我要請教一下這高雄市政府 到底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如果本巴彼陀 不能夠使用在醫療 照你們的這樣子的開閥 你的開閥的意義不就是說不能夠使用嗎 為什麼從2016年 陳菊市長的任內開始到現在 第二個陳市長了 沒有任何的機制去做追蹤管理呢 孩子健康不馬虎 市長請你出來說清楚 不要毒害我們的小孩 陳其邁立場不要搖擺 我的小孩現在目前一歲多 我是一個擁有幼兒的新手媽媽 這一次呢高雄市政府 以非正當醫療目的 來使用管制藥品來開閥這一些 診所的醫生 好但是我們卻看到了我要說的是 高雄出現本巴彼陀的時候 民進黨還有衛福部 請你們不要雙標 我剛說了這一次市府是以這樣子 非正當醫療 來使用管制藥品 這樣子的明目來開閥 但是陳其邁市長卻說 這四名不當用藥的醫師 他們年紀比較大 比較資深 他們是按照以往的用藥習慣來開藥的 那遇到病人如果感冒的時候 就會開出 支氣管擴張的藥物 那麼支氣管擴張的藥會有興奮的作用 所以呢才會開禮本巴彼陀 來抑制這個興奮的作用 好那我們就來看到說 現在高雄長根兒科部的主任 田佑林醫師呢就說呢 本巴彼陀的半摔期 大概是140個小時 最多一個月就測不到 那另外呢還有一位是高一的小額科主任 許仲侯醫師也說 這個藥呢大概三四週以內 就會代謝清除 不會殘留在體內 正確的這個處方下 副作用其實 並不高 好但是我們卻看到 民進黨實在是非常的過分 有一位 說呢 吃了這個藥之後呢 會小朋友會有失智百倍的這個風險 但是這一位呢現在已經被事實查核中心 判定為 不實的消息 好那就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啦 我們卻看到這個政府呢 已經這個事情已經延燒了這麼多天了 但是還是有人在媒體上面這樣聲稱說 小朋友吃的話呢會發生失智的比例會比常人高出100倍 我真的要在這邊奉勸一下 你們這一些握有麥克風 握有話語權的人 你們的發言 務必要有良心 要憑良心 要謹慎的說 不要只顧著政治利益 亂帶風向 造成社會的恐慌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要請教一下 這高雄市政府 到底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如果 本巴彼陀 不能夠使用在醫療 照你們的這樣子開罰 你的開罰的意義 不就是說不能夠使用嗎 但如果不能夠使用的話 7年前 2016年就已經爆發了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停用 為什麼從 2016年 陳菊市長的任內 開始到現在 第二個陳市長了 沒有任何的機制 去做追蹤管理呢 你身為一位 前公衛專家 你自許是 醫生市長的成績嗎 請你出來 跟所有高雄市民 講清楚說明白 希望民進黨 不要再雙標了 人民對你們的雙標黨 已經看得非常非常的膩了 那在台北的這個 這個世界呢 在新北這個世界呢 就講成是 餵毒案 可是在高雄呢 就是變成 不當用藥 可是全國的民眾 全國的媽媽 已經因為你們講了 這個餵毒案 造成全國的恐慌 那在這樣全國的恐慌 的氛圍當中呢 是不是應該要出來負責任呢 那我們有看到 其實在2016的時候 高雄呢 就已經發現 有開這個本巴比托的這個藥喔 那已經有這個媒體報導說 在2016 已經就是有醫生 因為小孩子的長腳痛 所以開那個藥 那開那個藥出來之後呢 讓小孩都睡得好好的 所以一定要吃藥 因為不吃藥 小孩晚上就會來哭鬧 那長腳痛是很多新生兒會遇到的這個狀況 所以 很多的爸爸媽媽因為醫生講了這樣的事情就相信專業 所以就很準時的標準的來餵這個藥 然後讓小孩子乖乖 睡到大寒 一枚一吋然後睡到大寒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就是因為這樣就聽了 聽了醫生的話這樣子來餵藥 可是呢這個事情被媒體披露之後 這幾年來我們高雄是有任何的作為嗎 有任何的作為說 披露出來餵小孩的這樣子的不當的用藥 我們有任何作為有開罰嗎 到底現在 目前吵得沸沸揚揚的事件 到底是一個 用藥問題 還是餵藥問題 還是 所謂的民進黨 一剛開始的烏龍爆 爆料說這是一個未毒問題 我覺得這個中央有必要出來 釐清清楚 因為高雄市他所查出來說 現在有開罰了四名醫師說 用藥不當 那麼但是到現在為止 用藥不當這個情形 如果說他有一個一致的標準的話 那表示全國中央應該要有一個說法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中央他失能失靈到這樣的程度 事情已經吵了這麼久了 中央沒有出來還給我們這些 原方 這些幼保員 這些幼教人員公道 也破壞了 原方跟家長之間的信任關係 那麼現在高雄市政府說 確實有本巴比陀的用藥不當的情形 那麼我們要請問 什麼叫做用藥不當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才可以去使用這個本巴比陀 中央你難道不用出來說清楚嗎 你讓這些家長們人心惶惶 在想說未來帶小朋友去就診的時候 到底醫生開的藥可不可以吃 甚至現在許多的家長在問說到底是哪四家 那現在大家不是 那你中央你現在市政府不公佈 中央也不公佈 這不是讓更多的這些媽媽們家長們更加的感到害怕嗎 現在連帶的醫生他們的 他們的醫德 都也因為這些事件而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譴責中央 失能 失寧 中央應該要趕快出來說清楚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下 才能夠去使用本巴比陀 而不是只有現在市政府說一句話說 用藥不當 那麼到底什麼叫做用藥不當 他說管制藥品的條例第六條有說非為正當醫療的目的 不得使用 那麼請問你什麼叫做正當醫療的目的 這四件 這四位醫生所開出來本巴比陀的理由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那麼這些受害的小朋友 請問一下 受害的小朋友 他們的權益 中央你到目前為止你不去公佈 那這些受害的小朋友 他們的權益誰來照顧 家長們 他們的擔憂的心情 中央你如何來照顧 因為這不是只有涉及一個地方是全國都有面臨到這樣的議題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再次呼籲 中央趕快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再當一個恐龍政府 中央請你趕快要有所作為 中央請你趕快要有所作為